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顆的 再來它有見到陽光就會比較深綠色 再來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麼大粒 再慢慢的又這麼大粒 再來又這麼大粒這樣子 就還不能採 這稍微還綠綠的 還沒有頭全部紅 它紅起來的話會像這個色澤 有沒有 不一樣啊 有差別啦 有差別 這個地頭要留著啊 它要做整顆的 做出來的品質才會漂亮啊 你若是說用靶的話 這個破洞就會爛掉啊 爛掉那個品質就不好啊 這一種就泡沫紅茶店OK啦 泡沫紅茶店要這一種 還有這一種 要年輕人要吃比較酸 那就是說那個紅的是泡也可以 不過年輕人比較不接受 他說酸度沒有到那個酸 那這一種就是最好的 金棘是比較圓形的 然後金棗是比較橢圓形長條狀的 那個是金棗 那唯一雲香科 皮可以吃的只有金棗 那金棘皮能夠做那個金棘醬 來做加工的部分 是這樣的區別 那一般都會搞混掉 從葉子的方面也可以辨別 就是說金棘跟金棗的不同 右手邊這個比較 比較沒有尖尖嚴型 這個是金棘的葉子 那這個是金棗的那個葉子 不一樣 金棘它是一連四季都可以開發結果 金棗大概只有在六七月的時候 它才會開了一兩三次的花 就這樣到農曆十夜半左右 它就可以慢慢成熟 我們這邊是一個欲叫一樂的平台 所以來這邊的話 遊客可以體驗到金棘果醬的DIY 那我們這邊是一個欲叫一樂的平台 然後遊客都會覺得很驚訝 一顆小小的金棘 可以做出這麼多樣化的產品出來 因為這邊可以那個DIY 然後我這樣小朋友都很喜歡 耶 那想要透過這種活動 不僅讓小朋友可以學習 家裡產業或沒有的一些活動 也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促進共同的互動的機會 比如說產品的部分 我們可以傳統金棘餅 鹹擠餅 還有金棘酥 方塊酥 金棘西凍 還有金棘檸 金棘果蜜 因為我們會運用 金棘它有汁的部分 來做成濃縮汁 果肉的部分 就做成金棘餅 或是烘焙類的一些系列的東西 金棘我們利用它的汁 來做一些相關的調配 所以金棘呢 我們在這邊海鮮很多 所以它海鮮去新加坡去哪裡 都會利用這個金棘的酸來提味 所以我們都會配上金子 讓它擠在這個生魚片上